我們要來貼圖 怎麼貼呢?進去之後它是個立方體 按F12成像會變這樣 我們選擇Panel裡面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選完之後再選這個 你會看到這樣一個狀況 它有一個Texture Texture Type裡面是None 沒有貼圖 我把它選取之後 OK 然後沒有貼圖 這裡全全不要理它 那個沒有放好 再來沒有貼圖 我在這個None裡面改選Image 選Image之後它會跑出一個MapImage的功能表 按下旁邊這個Load 按下Load之後 我們要先確定一下到底要Load哪一張 然後OK 就把它Load進來 你按F12成像會發現 怎麼會這樣 這一面沒有貼 這一面也沒有貼到 怎麼辦 請你去選 選這裡 Texture的MapInput裡面 因為你是立方體 所以要用立方體的貼法貼 才會比較好看 貼上去 這邊其實我們貼的是立方體 它顯示一顆球不太好 我選立方體 那你就會看到成像的結果 OK更長 那沒有地板 你現在的立方體浮在空中 怪怪的 加一個很大的平面當地面 切換到正式圖 然後這邊把它移上來一點 因為地板我希望貼在這個 這個紅線的水平面上 把它放上去 立方體變這樣 那覺得這一面看不到 有點暗對不對 加一盞燈 按空白鍵 add的新增的時候 加上一個lamp就是燈 加一盞燈 然後再設定地板的材質 那這裡會看到怪怪的對不對 你會看到這個叫做二釘掛的磚 二釘掛的磚比這個大 不太合理 OK 設定repeat 讓它用五次 也就是說它同樣的材質 會呈現五次把它貼滿 比較像二釘掛 OK 好 告訴各位我也不認識這些材質 但是重點是貼起來漂亮就好 好 所以你要稍微有一點美感 說真的我是沒什麼美感 所以貼這個 我覺得貼的沒有各位好 好 那我們就來弄一下剛剛的場景 好 第一個 我要貼這一個東西 所以呢 我選這裡 選這裡 它會出現這個畫面對不對 出現這個畫面 那我選擇這 材質這裡 選擇材質這裡之後呢 我選擇image 影像 影像 影像的時候 這裡會有一個load load 我們剛剛有個texture map 點進去 剛剛我們使用的是 brick stone concrete 點進去 再來我們剛剛是用這個 BRK0054 沒錯 好 點到了 按選擇 好 怎麼不是它 你看這裡有錯對不對 重新載入一下 我選錯了 我剛剛可能按 按的太快 變成RAID ASP 有沒有 那因為我這邊在錄影的關係 所以 Blender的反應有點慢 有了 選到這一個磚塊 好 這樣子 選好之後呢 我就可以按下F12X下 你會看到怪怪的一個事情 就是它只貼了上面 那旁邊好像沒什麼貼到 那這是因為我們的貼法沒有設好 那貼法要在哪裡設呢 回到這裡來 這邊有一個map input 這裡 它是平著貼 還是以立方體的方式貼 還是以管狀的方式貼 tube 然後還是以圓球的方式貼 請你選tube 這時候呢 它就會以立方體的方式貼 但是 既然我貼的是一個立方體 這裡顯示一個球 怪怪的 我們看不出來它的樣子 這個是平面的樣子 這邊是立方體的樣子 OK 這個看起來對 好 那這個跟你成像沒有什麼關係 它只是讓你預覽說 每一種形狀貼起來會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材質貼在猴子身上 但是它就會變成很怪的樣子 對不對 那沒有人會把猴子貼這種材質 OK 好這樣子貼好之後按下F12 你可以看到這個立方體出來了 OK 也貼的材質還算不錯 好 那但是呢 它背在空中 而且打光呢 有一面是暗的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呢 先切到正面 切到正面之後呢 把它移上來 好 我再切回頂面 因為我忘記加一個大平面 我想要加一個大平面 不要 好 我加一個大平面 新增一個plane 好 按S放大 大平面 好 那這時候我去按F12 現在成這樣也可以了啦 但是這個地板呢 太光滑了 我也覺得怪怪的 對不對 因為沒貼材質 怪怪的 那其實水泥地板也有點像這樣 但是你要去調它的那個光滑度 那我們現在不交調光滑度 我們直接貼材質就好 好 那我把它貼 這邊的材質 這邊的材質 我要Add New Add New Add New之後呢 我先選它 然後Add New 這時候呢 就跑到這裡來 對不對 那我在這邊呢 選一下 我再新增一個新的材質 OK 那我這邊呢 選一樣image 就會跑出load load的時候 然後我繼續去選 剛剛的 brickstone 好 那我要哪一張呢 我想要這一張 stone grey brick 那所以我就選 stone grey brick stone grey stone grey stone grey brick 這裡 OK 按下去 按select image 按select image 好 這樣子呢 這一張應該已經貼好了 再按一次F12成像 所以 把它關掉 讓它repeat 直接repeat五次 這樣子 它會用五次才把整塊貼滿 而不是一次 重複五次才把整塊貼滿 再按一下 你太細的話 那個磚就小的不像畫也不行 所以你要有一定的合理度 那但是這個是靠你的藝術美感去調的 那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會怎麼樣指 但是這裡是我很弱的一部分 所以我下禮拜會請張正傑來幫我們上那個有關美術的那部分 那部分的話會 會補掉我們這邊的不足 我會的只是操作而已 好 那這樣子OK之後呢 你如果覺得說 這個樣子 太黑了 太黑了 但是太黑了一點點怎麼辦呢 你可以加燈 你可以 隨便加一盞燈 在這裡按add 請注意這裡有lamp 你可以加相機也可以加燈 什麼都可以加 我加一個lamp 但是我希望它是 這燈有很多種 有太陽光的 太陽光是直線照射的 有點光源的 有區域光源的 Hemi是大區域光源 那我加一個大區域光源 加一個 加一個 不要大區域光源 我加一個 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 lamp 加一個lamp 加一個lamp 那我再按F12看看 那光 加一個 這一面 但它從哪裡透出來 這個光 我似乎加在不該加的地方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調一下 我現在這是頂面 對不對 我現在這是頂面 我可以調譬如說正面來看 這一個光到底在哪裡 因為它正在地板的裡面 所以就怪怪的 我把它拉上來 那我希望說補光 補在哪裡呢 我可能希望補在它的側面 這樣剛剛那一面 才會亮一點 那我把它補在這裡好了 OK 那這是頂面 OK 那就太亮 這兩次過來 它是怎麼看你的美術能力 不是看你的電腦操作能力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下課 我會說 有人說 是不是 いい 是 沒有 有 是 有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